吸药快这个理论骗了多少人 当你为了快而选择吸药的时候 就会进入这两个奇怪的循环 第一 疾病反复 第二 一辈子吃药 这个快是不是很矛盾呢 竟然没有人质疑过 问题在哪里呢 就出在你只听了半句话 很多慢性病 比如糖尿病 当你被确诊时 每一个医生都会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赶紧吃药控制 记住 重点就在控制两个字 但每一个患者想要的却是恢复 如果不理解控制与恢复的区别 就会被一个快字所误导 吸到底是控制快还是恢复快 请你思考 那怎么理解呢 我举例说明 一辆车在斜坡路上出了故障 开始下滑 如果不控制就会车毁人亡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最快的速度控制 那就是踩刹车 所以踩刹车就是控制 让车不要往下滑 避免风险 同样 在血糖很高 并且有并发症风险的情况下 一定要用吸药控制 让病情不要加重 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吸药的快 但请你认真听听这句话 如果你一辈子踩刹车 车不可能往前走 这也就意味着恢复不了正常的形势 同样的道理 医生告诉你 糖尿病要一辈子吃药控制 治不好的 这句话一点都没毛病 你要不信 下次你跟医生说 给我开点恢复快的药 而不是控制快的药 你会发现根本没有 哪怕是做手术 你问医生什么时候恢复 他会说手术很成功 恢复还要看他自身 如果这个药要吃一辈子 你还觉得他快吗 修好车 让车往前走才叫恢复 修车需要的是原材料 药物根本不是人的原材料 所以恢复不是由医生和药物决定 而是由你的身体 你的器官和细胞的功能决定 同样的道理 人的原材料是营养 通过精准的营养干预 配合良好的饮食和运动 让这些受损的细胞和器官 重新恢复自身的功能 才能真正走向恢复 所以西药的快是控制快 也就是踩刹车 细胞精准的营养干预是恢复 也就是帮你修车和踩油门 哪怕是调理一年 可能也比你一辈子吃西药要强 不知大家理解了没有 所以控制和恢复 你要哪个 自己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esults